哈利梅根婚礼前夕温莎镇维安坚不可摧 在英国哈利王子和美国女星梅根马克尔 Megan Marco婚礼前夕风光明媚的温莎镇 Windsor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 维安人援延镇已呆 当局已资细检查每个角落 甚至部署每项可以想象得到的安全措施 以确保这对王室家偶和永上街头的数万名官吏群众安全 哈利和梅根明天在温莎城堡的仪式结束后将行京阵上 沿途路线在今天预演期间出现制服警力 部分远警有配枪 警方拿住手电筒在靠近温莎城堡的其中一条路 沿街检查可能藏有可疑装置的路灯 交通号制 垃圾桶和人孔盖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Queen Elizabeth II 经常在温莎城堡度过周末 一名员警告诉法新社 我们只是在检查 确保婚礼的安全 另一名员警则带筑袖探拳 查看是否藏有暴猎物 拥有3万名居民 位于伦敦以西30公里的温莎 现在也设立大量路障 防止汽车攻击发生 并封必须多道路 根据泰物市河谷警局 Thames Valley Police 预期这场婚礼将吸引 约10万名群众和5000名记者到场 请覆 draft